大豪車 大家好 超濃郁坑主其實是奧跟麵 但他今天有事情不能來 所以我就跟他稍微簡單報告一下 他這個完整報告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講 就跟大家update一下進度 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這跟很多新朋友 超濃郁就是味農服務的指標系統 它包括了三大系統 就是藥劑系統、異性系統跟農民系統 我們現在的進度只有做藥劑系統 基本上它就是藥劑作物病害的列表跟搜尋 上一次小搜的時候 我們做到的成果是 藥劑資料已經砍,砍才砍完了 然後列表有,Prototype有深 然後資料方法搜尋也有深 不過後來我們決定說 把它改成純client-side search 因為它資料只有外條 然後呢還有遇到一個 作物類別的問題 什麼時候的問題就是說 譬如說你看 我們說收豆類會出來這種東西 有豆類、乾豆類還有豆客乾豆類 請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譬如說 如果有一個 如果廠商登記ABCD座物 然後Zsang他去防檢局網站上 看他寫乾豆類 他把它拿去用在乾豆類的一座物上面 請問會發生什麼事情 答案就是呢 經過實驗證明他出發了 他會不會罰錢 然後他會去打電話電報防檢局 然後就變成黑客送上的一個梗 然後就變成黑客送上的一個梗 那實際上不管他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他的合法性 是許會廠商登記的到底登記了哪些作物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確認這件事情到底 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他的 他的 他包含作物的定義都是完全一樣的 還是根據藥劑會有不一樣 那我們才能做下一步的東西 那我們鬆錢偷跑現在是 我們砍柴有告怕 然後下載 GitHub 配具上面 用JCO TEMP去做 然後 適合化搜尋 你做差不多 然後 Best10有幫忙做一部份的搜尋 那看起來就大概這樣 那不管你要說西瓜 還是白粉 還是西瓜加白粉 你都收不到 OK好 我都要到這裡嗎 謝謝大家